8月23日晚间,智玲姐姐又在社交平台中向网友狂撒狗粮了,她晒夫妻合照,为老公黑泽粮平静声,喊话,baby生日快乐,每天都要一起微笑。 林智玲高调撒糖并非首次,但每一次都能玩出新花样,就很不一般,夫妻感情超好,羡煞旁人。 从林智玲回船的画面可知,生日当天,夫妻俩前往海边某处度假村庆祝,当地环境清幽,蔚蓝的天空搭配清澈的海水特有情调,小两口坐在满是藤叶的凉亭下合影留念,氛围简直棒极了。 林智玲当天穿着绿色印花服饰,面对镜头拍摄,她将手遮住半边脸,并露出羞怯的笑容。 一旁的黑色凉瓶着装清凉,白色短袖衬衫搭配海滩裤,露出平坦的腹部彰显好身材。 不得不说,黑色凉瓶当下已经42岁了,人到中年还能保持如此建树的身姿,确实不简单。 林智玲与黑色凉平于2019年下训完婚,据林智玲透露,是她主动向老公求婚的,两人相处多年,林智玲被黑色凉瓶的善良所感动。 婚后,林智玲便跟随丈夫前往日本定居,并开始筹备产子事宜,不过这段过程比较艰辛,直到2022年初,才顺利产下男婴。 高龄产子让林智玲喜极而泣,发文宣布喜讯时,激动之情,易于言表。 初到日本生活的林智玲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,周边朋友很少,不在异乡思乡知情难耐。 此外,林智玲在日本也很难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,去年九月份,她曾悄悄带着儿子、老公返回娘家赞助一段时间,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母亲,一边付出娱乐圈捞金。 不过,已经年近半百的林智玲早已没了当年的人气,事业发展并不顺利。 半年时间里,她仅拍摄几次杂志和节目演出,付出效果很不理想。 前段时间,林智玲受邀录制由蔡康勇录制的访谈节目,她在节目中正式宣布退圈事宜,并决定跟随老公回日本生活。 林智玲给出的解释是,自己年龄也不小了,而曾经一直给观众留下花瓶的印象,所以不希望将年老色衰的模样加深在大众心中,于是在最好的年华退圈,算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退圈后的林智玲鲜少露面,最近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,还是在老公的演唱会上。 7月中旬,黑泽良平受邀请来台湾演出,林智玲当天乘机来台为老公打扣,并在友人的陪伴下品尝娘家美食。 林智玲在黑泽良平的演唱会下,化身小迷妹,全程外立为老公助威,夫妻俩合体秀恩爱超甜。 平时黑泽良平在工作之余,也会带着家人用餐,她确实如林智玲所说,十分体贴,外出会主动抱娃,让老婆轻松。 另外,黑泽良平也会给林智玲介绍周边好友认识,让其更快速融入到当地生活。 林智玲与黑泽良平结婚已有四年左右,尽管关于夫妻俩的婚变家暴传闻频出,但二人的婚姻却很牢固,起码还没离婚。 如今黑泽良平42岁了,林智玲也马上步入50岁大观,期待这对姐弟恋可以携手白头,每天都要一起微笑。